嗨 嗨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女王和貓在這裡 大家今天多開心 新政討,決戰中環 第一次和大家見面 2017的第一集 但女王就說 想說一下榴槤 不是,當然不是 會影響選戰 因為最近有個苗竹公 你們怕被人控告 就說你影響候選人 嘩,這麼嚴重 這件事有些問題 苗竹公照簽文解 怎麼影響選舉 那是古人善他 以後叫苗竹公 怎麼跟你們 怎麼算命,說老實話不行 這是不是苗竹公 是解籤 苗竹公他沒有算 只是解 就算是他怎麼解 都只是古人善他 對 還有什麼好告 法官怎麼判呢 告著麒麟 你幹什麼 胡亂解籤影響選舉 有得告 總之香港現在無奇不有 女王真的很好玩 有什麼運程 流年 首先現在還未是新的一年 還未立春 沒錯 2月3日才立春 所以現在還在舊的一年 因為很簡單 新的一年一定是春天開始 現在還在馬勞年的冬天 尾 但是他就是有這樣的一個交接 有一個空蕩位 沒錯 通常就是立春 也算是2月4日或2月3日 通常都是2月4日多 但今年就退了一天 但你一睡醒就已經立了 因為他是半夜的時候指示 指示就是11點 好像是指示就是交的 所以那些人就說 什麼時候開工啊 開工大五大吉啊 還有這個 到底我犯太歲 什麼時候去攝太歲啊 我自己忙到死了 女王快幫我救救 即是說新聞報道那些 年初一 十二點正的雞年BB 全部錯的 錯的 還是後年BB 當然了 是猴猴BB後尾 而且還是十二點 是嗎 猴子尾 對 猴子尾 猴子尾 所以就計算時辰 如果真的計算時辰 大家想清楚 千萬不要 相信了幾十年 原來是兩個生肖來的 所以葉劉去撞麒麟 他也是一個猴子尾尾去撞的 那會不會傷得很嚴重呢 我覺得他沒有 記生如學生兩 那些朋友 既然他 他說他在票後 對 又在票後 然後又這麼擁大 受到中聯辦 加冕可以有六萬多票 這次應該很有信心 誰知道殺出 這個 還要令他哭哭的 所以他應該很後悔 當年沒有支持這個 全民 什麼呢 全民推薦 公民提名 公民提名 他應該很後悔 當年沒有支持公民提名 那個方案 因為如果有支持 即是學界方案 公民提名 你想想 四個候選人 是他唯一一個 最具直選經驗 票後 票後之外 還是最具直選經驗 其他沒有參與過直選 一票都沒有拿過 沒錯 唯獨胡國興玩過選舉 但是他不是參與去競選 他只是一個公正人 選舉辦公正 選舉委員會主席 令選舉公平公正進行 其餘兩個都是做官的 根本沒有選過 所以林鄭你聽聽 根本 如果真是玩直選 他根本哪裏是聶樓對手 連百達通必 還要扮好人 送五百元給一個黑食的阿婆 現在搞到我 給利是我的看奸 我也很難做 如果我給少五百元 他說你 客義也不如 對 我給五百元 你當我客義嗎 唉 大哥 真是慘 你不要設定這麼高 其實這樣林鄭我經常覺得 他身邊的公關在做什麼 上次解釋了 臨時臨時臨時不要負責 不是我撐不撐的問題 不過事實上他是這樣 有些真的傻得太過緊要 都說六百元48小時通知 那想人怎麼搞 即是要立刻說 阿朕要駕崩 你現在找個繼任人 不是朕要駕崩 那是朕要中風 那是朕要中馬上鋒 那是朕要中馬上鋒 朕要入閘 那麻煩他先重複一下 後宮亂作一團 他沒有遇過要選的 他真的沒有遇過要選的 真的沒有遇過要選 被推出來的 被參選 被失蹤 被買廁紙 是 從細節上看出是很過癮的事情 正常的競選團隊 是無微不至照顧所有的細節 沒有遇過 但起碼就是所有的細節 不會沒有編排 明白嗎 你搬屋都搬得這麼貧民 你會沒有遇過 即是身邊整個團隊 是亂作一團 可以看到這些位置 所以仰華真的沒有說錯 如果以直選經驗來計算的話 肯定不夠票後葉劉那麼厲害 還有票後葉劉 他是當年很勇敢 很有承擔 要推23條 推了之後 不行了 不是說不局長 就是不行 為國犧牲 為忠於自己的主人 忠於自己的國家 勇於承擔 其實是很好的公務員 公務員和公務員 而是跟中共的習慣 是會有安置的 安置了 你做了票後 你還想怎樣 而且不止票後 他身邊那些小子 都是無端端被人抽上 你隨便拿一個白癡 都可以封他做票後 不簡單 但基本上已經分了妝 還想怎樣 無敵飛機場 還有你自己看看 最近立法會新東 為了推他 容可欣上去 其實是犧牲了工聯會 鄧家北 那麼多年來 你為黨國盡忠 其實黨國真的沒有代博過他 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沒有 問題是你想要什麼的問題 你不是說我想要什麼 你就要給我什麼 特首的位置只有一個 不過我做事這麼多 你要這個位置我給你的 不會這樣吧 老共玩政治 不會這樣 而且哪有你情我願 之後他情不情願 他很情願 葉劉的情願 上面那個情不情願 那我就不出聲 你自己想好 所以就是含著淚 我師妹睡在這裡也過 不好意思 嗨 你好嗎 嗨 談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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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我覺得就沒得完 你願意做這麼多 他也願意給一個 他認為適合你的位置給你 其實都算是不錯 基本上已經安置了 所以奇怪在這次沒有協調的情況 我不要說沒有協調 起碼有些人沒有被告知 真是很奇怪 這個確是令他大失算 對於阿爺來說 又不算失算 為什麼呢 你起碼做個勢出來 覺得你好像公平競爭 上一次我跟呂王都說 這個密碼 要做得好好體體 從來講的好好體體 沒有一次是好好體體 但起碼這次沒有什麼蒼包去畫 他可能真的選 四個都沒有 四個都沒有什麼 即是叫做黑材料 是自己做一些滑稽的東西 傻瓜的東西出來 這個是你自己壞 這是娛樂新聞 不過反而我們覺得 胡官抽水 抽得最有智慧 是嗎 都是卡的 不要妨礙我入閘 然後向廁所影卷廁紙出來 假如你那一早睡醒 你會怎樣做呢 A 考門問鄰居借 B 跟鄰居謹誠不好的話 在管理處借 這些選舉娛樂 我發現胡官真的有智慧 比另外三個好多 起碼有些陰脈感 對 適當的時候抽些陰脈感 大家會開心一下 但選情也不是胡官漢高 漢高的線還是很骯髒 我覺得這件事是藏蠻夾的 我剛才跟你說過 即是說其實 那次阿楊不在 對阿楊不在 因為我們禁室和司官做 偷補 說了 就是這個 如果你泛民 一直都說反對有篩選 要爭奮選 然後要爭取公民提名的話 其實你現在不應該支持任何一個 四個都沒有 四個都沒有 那你應該投8票 但如果你投8票的話 其實你是死於自己的無能力按居 因為你連自己可以 實施的影響都放棄 跳樓沒有分別 即是1194-300 即是當你不在這裏也可以 泛民也是建制的 所以就擺出一個很兩難的局面 但是如果他投給薯片 會發生什麼事 我就覺得是投機來的 為什麼投機呢 就是因為現在他看高一線 所以就投到他那裡 買到他那裡 但是他從來沒有提過 他要重提政改 他是適當時候 但是最大分別是甚麼 就是始終是說了那句老說話 如果他上去看得最通透 就是 中共做事是看路線的 所以如果說到明 林鄭出來 是會有機會 會延續梁振英路線的 她是不擺明割席的 那就很大機會 在這種情況下 也不怪得泛民投胡蘇仔 胡蘇仔起碼會出來跟你說 要一樣生息 不要那麼多 爭拗 不要那麼多鬥爭 至於此 這一方面絕對不是 所謂繼承梁振英路線 至少兩害取其興 沒錯 所以變成如果策略地投票的話 其實你有四箭頭 所以變成有點詭畢 我不要說鼓勵 如果你容許胡蘇仔出來參選的話 其中一個最過癮的所謂陰謀論 到底他是不是用來 鋸胡蘇仔的票 明白嗎 因為對於泛民的部分人來說 起碼已經看到 莫乃光很喜歡他 就變成部分泛民 尤其是開明派的專業泛民 很過癮 專業那些泛民 尤其是特別喜歡他的 我也是 我也是特別喜歡他的 但他的專業譯帳 胡蘇仔真是 他是很好的 他是違反青年 法律界的專業形象 我發覺他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 都是一直這樣加分的 因為覺得他最講人話 最古怪的事情 到底會不會容許他入閘 來鋸胡蘇仔的票 這是有機會 因為其他人鋸不到 只有他 你不會預期葉劉 或者林鄭鋸到胡蘇仔 反應300票 說口才 說幽默感 那四個之中胡蘇仔是最好的 我記得以前審案的時候 一些記者都很喜歡 拿胡蘇仔的判詞出來 做大小標題 我記得有一次胡蘇仔 他說判過一宗案 二十多年來聽過最大的廢話 有一個姓梅的女人 常常在無理取鬧 去告他 老爸和他哥哥 然後就說 他們就 賺我邪術 害我 什麼無術 在法庭說一大堆 然後胡蘇仔就用一大堆 二十多年來都未聽過 法庭聽過這些廢話 很過癮 極過癮 所以我不要說手握 那個詭異的地方 唯一有機會可以鑽到 胡蘇仔的泛民票 只有胡官 所以這個組合 是很QK的 但你又覺得 胡官會比胡蘇更泛民呢 不會 因為胡官已經說了 有些事情他也是跟著 他也是跟著831 走不走 他說得明白 所以其實 呂王沒有說錯 泛民的三百個人 只是焗頭 你不投更嚴重 但你不投更嚴重 就像雷王說的 如果你說真是 很有光環 很有潔癖 打死不投你票 今天駐海定出聲音 如果說得明白 一定有這些底線不投你票的話 你連那個影響力都沒有 影響力的分別在哪裏呢 如果你是1194 你減了300 就很嚴重 八百幾九百 你想想 其實暗鏈已經開了聲 不想要689 這麽慢梯的數字 你再加那些八百 你明白嗎 你想想 你怎麼找八百票來 你怎麼找八百票來 入一條人那裏 如果你減了泛民那三百 除非所有剩下的 都投某一位 否則 你一定不可能高票當選 甚至難聽這些講句 有機會是高不過梁振英的票 那這次更難看 601 難道你們兩個玩 到時真的難看得爆 另外你政治道德光環 如果去到這個階段 還在拿虛無的政治道德光環 我覺得政治智慧有少許 如果是這樣 那小圈子選舉的選委 我都不去參選 這次你再看 其實建制未能定案 剛剛今天又有最新消息出來 新鮮滾熱 胡蘇仔忽然石破天驚 講出新概念 令到鄉議局那裏 可能會轉態 原本鄉議局已經講了 綑綁27票 定頭 多數還要跟林鄭 今天胡蘇仔突然爆出 石破天驚的新概念 就是誠鄉共融 他不是說朱凱迪的城鄉也很過癮 他說丁屋和居屋同步發展 同區發展互不排斥 這個組合就很過癮 因為以前你那個城市規劃分開 丁屋丁地預留給你 然後你就不會混合公共建築 公屋和居屋一起建 現在居然說是混合發展 具體混合成什麼就不知道 但是鄉議局是敗 很簡單 起碼一部分鄉議局裡面的人會敗 起碼動搖了這件事 不是鐵倉票 不是鐵倉票 為什麼呢 因為先前我已經分析過 阿仰和我講的不是二字一次 政府有很多土地 是鎖死了 因為它是預留給丁屋 拿地來蓋 就是運用丁權 但是同時也有很多 擁有丁權的人 因為沒有錢去蓋 所以就賣了 用鑑平鑑賣賣個丁權給人 問題就是這件事 過癮的地方 如果你打破了城鄉規劃的隔壁 你真的可以容許那部分的丁地 轉出來 建居屋的話 而不互相排斥 其實在你的容積率 都可以容納到這件事 很過癮的一件事 在這種情況下 可能一箭雙雕 一箭三雕也不奇怪 所以這件事 細節如何 不知道 但一扔出來 鄉規劃的兄弟 是買的 很過癮的 我覺得未必全部買 未必全部 但起碼會肯聽 起碼會肯聽 這次大家留意到 他是去上水鄉委會 邀請去講這些 以及去上水那裏 就是去北區水貨的問題 大家留意一下 上水阿侯志強 上次 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就在新東玩得很過癮 擺明就是鄉議局裡面的非建制 他就是那個形象 不是非建制 而是他那一刻擺明是反你桌 拆你大台 他就是對原有 很明顯跟原有鄉議局路線 是有不同的 因為他經常說 要幫人抬橋很不老禮 抬完橋之後 他覺得人過橋抽辦 那裏更不老禮 所以上一次 他就不是做了所謂反建制的角色 而是反過來建制裏做了反對派 所以他就當著民建聯 沒錯 最討厭的民建聯 最討厭的民建聯 鎖完橋還踩他一腳 我看到是這樣 罵完之後 長毛他們在旁邊都笑到 不用我說了 終於說得比我們更精彩 所以阿養這句心碎清 所以這一下狐騷仔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高人指點 敢入場的話 他也說樣子沒有看錯 一入手叫上湖水 鄉議局那邊指點 捆綁投票 起碼你鄉議局捆綁投票 那個機會 起碼低了很多 但哪個高人指的狐騷仔 我都沒想到 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狐騷仔團隊 比林志明的團隊高明 是 是 是 大跌的東西沒有之外 而且這些攝位 適當的時候 在政治位置攝位 攝位攝得好 是啊 還有這樣說 就算你的團隊再細心 再一步步跟你說 他始終不能夠包含所有的東西 因為他的團隊不會想到 林鄭是連八達通都不懂 這個你真的細想不到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困難 譬如你泊車都會用八達通 但他沒想到連來他泊 車都不用駕駛 是的 他是連反應不到 但是有些人 但有些人 他就算自己有車牌 他有司機 但他都會忽不忽自己開車 但他的團隊是細想不到 他是有司機到司機以外的時間 他就不阻礙了 兩頭說對就是剛才的話題 通常所謂競選團隊 第一件事要對競選人的背景 非常沒得清楚 連身邊一個熟習的喜居飲食的人 都不知道 現在是 你明白嗎 這個人平時會不會用八達通 沒有人想過 照計你秘書 或是私人的助理 沒有理由不知道 因為這個太 beyond common sense 我覺得這個行為太 beyond common sense 是一個公關沒有理由再出色的公關 都不會包到這個部分 我明白那個公關 而是說他身邊的競選團隊 不等於公關 那個PA也沒有 公關就是競選團隊的一個部分 公關的其他部分 但為什麼我將他 綿乾碎濕的事情 你都是PA做的 我知道 但為什麼我將他綿乾到公關那裡 因為他在鏡頭前 其實是一個公關show 你明白嗎 tick to the dance 通常的做法就是 公關會出主意 跟著那個可行性 就是身邊的PA告訴你 即是等於說明明他是壞的 難道你去找財跑嗎 不會的 公關是天馬行空 什麼都會想出來的 你明白這件事 即是專業的公關 不等於對你的個人 摸得很準確 他會盡量了解 問題是整個團隊的意思 就是有人去做公關show 我要親民 我要做八達通 身邊的PA就會跟你說 其實他沒有用過八達通 最簡單的事情 他有沒有八達通 即是說如果他連一張更新的八達通都沒有 肯定這裏人從沒用過 有什麼理由他會認識地鐵都八達通 就這麼簡單 即是他們在最簡單的地方 就出錯了 就出錯了 變成很少的東西 就放鬼大了 所以依然有一個陰謀論 就是什麼加科 好過人家還聽到這些陰謀論 到底阿爺陰點或是支持 是支持胡蘇仔 還是支持林鄭 還是支持林鄭 我也有看過 因為中共沒有理由改路線 問題就是 剛才的樣子說 背後肯定有些高人在 高成這樣的樣子 師傅 你不是真的認為 梁振英是誠氣後到 足以是一個路線 還是當中也有一個 小寶寶 是時候要睡覺 這個女王教我 幫我改改風水 麻煩你會死 我要怪著豬 身精頭 不知道她要找你這麼多東西 我已經很牛鬥 你今天已經做到 人都瘋了 我剛才 我們拆開講笑 我剛才也是 我剛才在做事的時候 我都在想 不如一會兒聲演 不如一會兒我不做 不可以 觀眾掛了你很久 我就覺得對你兩個不住 我這麼不英俊 你對觀眾不住 這麼多次聲演 都不出鏡 我已經臉無血色 臉無血色 化妝無用 所以看回這次其中一個 所謂的陰謀論是甚麼加科 到底阿爺 把真牌是甚麼加科 到底是打給林鄭 還是打給胡叔 還是兩個都打牌 讓她自己脫落金 女王的看法就是 嗯 是不是高到這個地 梁振英會不會認識這條路線呢 但路線 所謂的總路線 小心一下子 知節還知節 總路線 就是中港融合 總路線就是強硬 這兩樣東西都是集大大派的 真是集大大派的 不關梁振英事 之前已經說了很多次 所以基本上梁振英是執行者 執行得好與不好 這是人的問題 那就要換人換路線 但裏面有很多細節 例如我們說 那時雨震運動的時候 下催淚彈 還有要出橡膠子彈 這些是不是 又會直接是阿爺的意思呢 很明顯不是 阿爺叫停的 會不會他很努力地 將香港的那種中港融合 做過頭 將香港變成天津大爆炸 變成深井 深圳 深圳 不知道什麼 其實令香港變成內地城市 最二線城市 自我矮化 用回匪話 那是不是其實 又不是正確 集大大心目中的那種中港融合 是有距離的 是有距離的 距離是很肯大 但剛才說回路線問題 所謂主要路線 和執行細節的事情 主要路線 其實已經說了 大家明白什麼事 但所謂執行細節的分別在哪裏 如果你說要香港移行到什麼地步 很老實 阿爺不會想到這麼仔細 如果不是 把這個人當行政長官 馬托嗎 你自己不做事 你沒理由找人回來做夥計 你連穿什麼鞋都要幫他想起來 中共經常說群眾路線 群眾關係 說而已 說而已 但起碼表面也不要做得太壞 你如果去到全天下犯 好像石人一隻眼 一出天下犯 六八九一出天下犯 一出天下犯 真的天下犯 那你也不要去得太盡 你的群眾關係去得太頑皮 所以就是你那個人的問題 那他就是臨時換馬 四十八小時通知已遇到 剛剛就是選舉前 很明顯 太明顯了 所以就說 臨馬那一刻 扔回扔得非常精彩 但結果的後果是什麼 你就是把一個非常沒有準備的林鄭 押上去 大家記得林志榮和記者說 林別證言 他都打算撿包袱走 突然叫他拿回包袱出來 四十八小時通知 所以變成那個詭秘的地方 到底是不是群眾路線出來 真是不知道 但你看那個團隊後面 構思那位有仔 公關那位 全部都有最出色的 因為我自己都聽過一個傳聞 可能大家都聽過 其實他就想推薯片叔叔 但表面上大力撐林鄭 到了投票那一刻 就順應民意把票給他 我又順應民意 大家又開心 而我的心選人又可以出動 但並行險象很重要 最怕的是 雖然這次沒有黑材料 你不能夠低過六八九票 這是很難看的 但薯片很難低過六八八十九票 未必 如果拿了泛民的三百票 是不低的 有機會的 所以現在煩了泛民三百 怎麼投票 所以更加沒有機會投票 但如果是這麼低的 阿洋的估計 如果沒有錯 泛民更慘 迫著做背景 迫著做報警版 到底投給胡蘇 還是投給胡官 投給胡官的作用不大 多數是投給胡蘇 只是投給胡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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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胡蘇 就是真命天之陰典那一隻 你不可以幫他爺台傾 怎會不行 很痛苦 明正言順地送去意 這次是由泛民授權我 是你們香港要一個公平選舉 曾鈺誠也說過 說這一屆會是給你真的選的 不過這四個 他不是說四個 他說這一屆會是 只要你們愛國愛港 不是黨 不事實上是黨 就會給你一個公平的選舉 所以這樣就對了 現在就是你們自己投出來 你們自己泛民加持 特襲 又特襲 所以你共產黨玩政治的手段 不要隨便低估他 總之我就一味強硬 所以我就大到盡 應該就是說 共產黨的鬥爭經驗 肯定強過梁振英 就這麼簡單 釋放的時候 他會轉轉 這個看明的 所以總路線 大方向 林鄭照計應該跟足大方向 就是她做的AO 但是聖治手腕 我覺得策劃上真的差很多 拋得太遠 就買薯片 大家想想 他們大家做的工作崗位 面對的群眾經驗又真的不同 雖然大家都是公務員 私局級官員 但是你想想 薯片2011年的時候 他做過什麼事 就是因為那六千元 是入強制金 結果全天下反他 他臨時被迫轉 那一刻他對民意拉近了 長遠來說對他也好 還有做財政司 因為所有的人 其實關心財政預算網 比關心政務司 政務司就是搞定局 始終對著的都是 裡面的行政 官員等等 其實你不倒檔已經是公務員 是啊 但是你財政司那件事 所有人的荷包都關他事 他面對公眾解話的能力和經驗 一定是好過你 雖然大家都做這麼多年官員 所以到了這個時候 你看看他們說話 你看看他寫的網誌等等 全部都是他經驗累積回來 林鄭完全是美下去的 另外我還想說回 剛才泛民 你那個 真是不要去到 他今時今日有三百多票在手 不要再玩什麼政治光環 是吧 哪個候選人一四個 誰找你 你都見他 撐不撐他一件事 撐不撐他一件事 好似葉劉華 去找資訊科技界 都不見他 我覺得為什麼不見 見完 我既然有票在手 我就要回見候選人 開我的假 你還不還假 總之我就要提升我的政治影響力 如果不是我入這三百多票千辛萬苦選 進去選我 做什麼 還是跟回以前臨立會 我們全部不玩 他影響力 總之我們大家一定會回來 重返立法會 不過怎樣 集體談判權又取消了 還有區議會 拆掉區域市政局 結果出現這十幾年來 一開步已經錯了 不要再玩那些 有政治光環彈 而又完全放棄自己政治影響力的那種 政治就是講權、講票 傻的 是講資源分配 固然 餅仔都分不成 因為沒有分餅仔 沒有意思 所以泛民大家千萬不要 一開球就說我拆眼誰 我不拆眼誰 總之拆眼誰 自己的底線自己知道 這麼快就把底線送出來 應該是說 值得是討價還價 是泛民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老實 你數回票員才算 即是1194 我出了名字 1194 1194就數了名字 煩了什麼加科 你所謂政協 人大政團的話 你是看統治部吹雞 是 向左向左向右 完全沒有字 就不用想 所以變成那個票倉 基本上就已經沒有關係 你拉不拉票事 明白嗎 泛民 即是那些全部都入了林鄭素 可以簡單說 如果胡蘇仔才是真章 如果胡蘇仔才是真章 小心一下 到時可能會變 其實我告訴你 到底是誰 是真的 奉天成運 皇帝召約那一刻才知道 一天未下命 我就想起雍正繼位的正大光明後面 全為皇四子 任真義 整班人都啞了 就是這樣 所以變成那兩個政團的票 一定是看這個 吹雞埋位 不用想 拉票也沒有用 但剩下的反而是兩個大票倉 一個是工商界 一個是泛民 工商肯定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 尤其是今次 他談完 都說初步傾向是林鄭的 因為他不是社會主義 他不行梁振英的路線 他說 上次兩個商會已經說了 傾向都是林鄭 但他們全部都沒有說 自由黨很明顯的黨主席 和黨好像不是相同的投票 在這個情況下 很古怪到商界投票的意向會如何 還有一個說法就是 唐唐留下唐營的兩百票怎麼搞呢 當然支持自己朋友 但上次唐唐出來說話 他沒有表態 這個多好 那個又多好 這個又多差 那個又多差 這樣吧 沒有誰最好 反而葉劉是四平八均的 你相信他才傻 這是家詞 算了 這個人說話 其實懂得聽的 這樣自己走去慢慢喝 有密碼的 喝紅酒 那所以變成唐唐自己 如果不出來表態 後來會否表態呢 不知道 老牌商號在後面 抓什麼票呢 這個是過癮 老牌屬地的 沒錯 身上位的那些 很明顯是在689那邊 這次是順勢過票 去了林鄭那邊 順板塊 所以看到上次幫林鄭 所謂站台的商界 那麵口呢 都很生補俠 相對來說 都很生補俠 肯定不是李嘉誠 所以變成商界裏面 未形成統一的 所謂投票的傾向 精彩了 現在最有影響力 就剩下泛民 最有影響力 反而就是廢 樣貌分析錯 所以三百票 如果你真的不去策略性投票 或者不去講數的話 我就算不是真投票 起碼抓你的人出來 通過你的口去放風 你買了這個政策 你就有機會拿到那些票 有幾個候選人要聽著 其實泛民 怎樣都不會是那兩女 兩個黎章摔角的 問題是他不用策略去影響選舉結果 我覺得很古怪 一定要影響 因為你不覺得泛民傳統以來 都是以原則行先 原則也就是等同光環 天真嬌 所以你說這次是否經過立法會選舉 之後重新寫過牌 這班人會有更多的政治覺醒 而是知道其實你運用你的影響力 不是說上一次政治覺醒是選民 不是泛民 泛民 泛民怎會是政治覺醒 泛民沒有政治覺醒 是選民政治覺醒自己去配票 我知道 但我意思是說 泛民是選民選出來的 這個問題就大了 如果那些選民都醒了 那他選民的影響力 影響到他們醒一點 我也希望是 不過很明顯的選民的反應 就是泛民不理會 好像說 葉劉若見部分泛民 他不去見他 我覺得絕對不是好事 以選舉策略來算是敗筆 你完全是放棄自己去影響一個候選人的機會 不應該這樣 更加奸狡一點 就不是影響一個候選人 正如剛才的分析所說 你是通過這個候選人 向外反映泛民的意見 或其他候選人聽著 這下才是過癮的 那我也要爭取你的 你總有一個渠道去發聲 你連發聲的渠道都不要 那和閹了自己有什麼分別 反正都不用了 閹了 你四個候選人 四個都來爭取你 還是只剩兩個來爭取你 你也要做一下市 說起做市 你想一下 一間上市公司 突然間有兩個財團 要收購他 他的股票就會升 如果有四個來爭取 他會升多少呢 這是很簡單的商業原理 教壞了阿楊 這是普通常識 真的不用教的 我常常都被你教壞 我都知道 另一件事教壞 我教不壞 夜睡吧 時回家就是這些 其他教不壞 嫂子扭到耳朵 真可憐 正經一點 所以就說 以戰遁戰 你無得天真嬌 你無得天真嬌 我不知為何 那些人還是 抱著他光環 好像當過世 玩死自己 這一下 所以阿楊的分析是沒錯 其實最有討價還價的權力 和人真的有機會 是泛民 但他怎樣用呢 我真的看不到他什麼老數 很賣命 過癮再 林鄭和胡蘇仔 拿的票 真的 我自己數過 如果我不算 這個所謂 兩大政團 人大和政協 不算那兩大政團 現在是差不多的 現在真的差不多 民意還民意 估計民意很高 但以票來計 不是差很遠 再加上胡蘇仔 今天奇兵特集 搞了這個承鄉共用 定屋和居屋可以一起共存 整個遊戲規則不同了 而且林鄭也不能夠做得太肉酸 如果再多脫幾次會怎樣呢 現在就有一個很關鍵的日子 就是今天的執門 就是林鄭已經做世大會 照英雄貼已經發出街 到底到時候有多少人站台 哪個站台 相當有指導性 就是像楊華齋 炒大使上陣落 你也知道去哪裏 照樣計 應該以為是晒冷的 我未知 我未收到福 我不是黑黑 不是insider 到底到時候 會有多少所謂猛人站台 固自然 剛才楊華齋 你公關團隊做不做到事 就看這次了 就看這次了 到底 那些站台有多大代表性 上次已經說了 范璃可能是做高級顧問 即是不影響你的選情之下 他自己范璃會回去人大政協那邊 做拉票工作或遊說工作 但同樣 有很多以前的所謂舊建制派 都支持他這一套 肯聽他說的 如果他站在林鄭那邊 有站台有拉票的 可能影響都會很大 還有不要忘記董天華的泡泡 那個紅泡 那個泡泡已經幫了所有人大政協投票 可以這樣說 如果說泡泡 我就想起雜握手 雜握手是胡蘇仔 一直接跟他握手 那個是胡蘇 那董大還是雜雜大呢 我自己在想 董伯伯不會回家多臭酸 所以變成還未定局 另一個財經猛人 到底會不會過檔去林鄭那邊 因為這個說法就是 胡蘇仔的財經經驗好 班底也有這麼長刻的人 如果沒有了胡蘇仔 那林鄭也有沒有財經人支持他 這個很關鍵 所以密切留意到時站台 會不會財經猛人站在林鄭那邊 另一個已經帶過行山了 都不是叫財經 一半才怕金融 陳志思、保険介也好 其實當時都傳過其中一個 可能的候選人 沒有什麼醜聞 什麼都沒有 變成這傢伙 早就帶著他行山 擺明是站在他那邊 他又會拉什麼票過來 都是某部分商界都會拉到的 所以林鄭那邊的班底 現在是自動撲頭的 他又會拉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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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今週前後 就看到這個 所謂的曬冷大會 武林大會 到底是什麼人幫他站台 好了 今天星期就是林鄭 其餘幾位的做勢大會 會是什麼時候 沒有問題 胡蘇仔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 不知道什麼時候 不過我覺得如果林鄭的做勢大會出了 他們都一樣要跟著出了 會 時間不差很多 會 我想現在就拼命拉到的 腳都很重要 等於兩邊一起擺走 這邊還是那邊 你兩張貼怎麼辦 還有你記得也有個說法 就是我們缺戰都 post過 如果在胡蘇的做勢大會上 你見到曾前主席 坐在那裡 很精彩 好看過夢線太多 但這個可能性是極高 極高 那當時你班民戰聯 公聯會 這些 這些是全左派陣營 最根證苗紅的那個 而且完全是你 無論是政治歷練 他們那邊的道德價值觀 這些都是最高的 那你應該跟著誰 投林鄭 還是投胡蘇 等於是你對自己這位曾主席的一個表態 你投誰 創黨主席 創黨還創黨 勞工界近來都有很多議題 未擺平 例如標準公時 對沖 對沖 好幾個大的議題都被彈了票 彈票這刻很傷 就是這樣 入了梁振英素 你改還是不改 但林鄭又說 傾向不是社會主義 很明顯四平八穩 張界要拜她 在這種情況下 你沒理由公聯會 那幫人拜她 這是很精彩的 因為公聯會主打這兩次 你沒得再彈票 彈票怎麼辦 這兩次等於被689 你退出政治 跳樓也可以 因為公聯會這兩張票 被689彈了 還有新冬那一段 他們調戲很不順 聽聞他們 就差不多公開說 乾兒子大還是親生子大 問題是中國革命無分前後 親生子調戲會不順 到這個時候 他們不會說 我拿盡性子的影響力 他不抬你 可以抬你 但原來那個 不是契仔 是師生子 哇 好精彩 咦 那就另一個計法 原來出別一次是衫衫 都是衫衫 但會藏上一個小衫 真的不知道 剛剛就是這樣 所以阿楊這個分析是不錯 到時這些傢伙調戲不強 可能表面上 口服心不服 跟著他投票會怎樣 又是正在 所以變成呂王又沒有說錯 如果曾主席 真是如傳說宋 抱頭抱在胡叔仔那邊的話 那你的大局又很不同玩法 很不同玩法 真的 那就很好玩了 如果做阿爺的立場來看的話 做阿爺的立場來看的話 有上次說過絕對 過癮的說話 真的很好看的話 今次這場戲就交足夥了 很好看 你怎麼看出是公平競爭來的 雖然實際上不是 不過如果他想避免這種情況出現 用共產黨的術語說 他已經找人在做他的工作 找人在做曾主席的工作 肯定 一早就做了 做工作的那些人 級數也一定不行 肯定很高 唯一擔心 又是那句 回到基本 到底如果 真是聖旨下來 要你下跪那一隻 能不能扔得切彎 這下難度的 上次六八九領教的 有些叫做扔不切彎 有些死硬派不肯扔彎 你一早去了某個角落頭 表了態 跳了舞那隻 你很難叫他 即時換衣服 你就是水退法 沒有穿褲子 就是這樣 他堅持水母退到 是幻角 我明明倒腰 為什麼是武穿褲子 是幻角 他說要扔彎 但是你想想 民建聯又好 民建聯又好 工聯院又好 你要他扔彎 但是他們始終是玩直選 他最終要面對公眾 你不像政協人大那些 怎麼扔都無所謂 其實阿爺其實都兵行險象一家 如果想玩到象徵洞那麼高 玩到象徵洞那麼高 到時真的是禮真的 你不夠六八九票 怎麼算 六零一票 很難看 所以問題是泛民那三個 到時會有電話到的 你到也沒用 你又等到發縮 心臟病來不了 中風也來不了 你怎麼辦 中央現在都應該很清楚 他不能夠像以前一樣 一個電話都控制了一切 是的 領教過的人試過 二十年來很多 不同政團都會為自己的利益打算 不敢說是失控 而是說那個分歧太大 所以說你玩到象徵洞那麼高 是好好看看你能夠交貨 不是好好看看一回事 假裝真做的時候 攬炒 你想想這五年來 你用了六八九 你真的用錯人 就是你連自己的陣營 都已經不能夠百分之一 控制 所以有時候忠言逆議就是這樣 凡人那些朋友 上街那些朋友 你以為他們說話 真的對爺爺有何 因為不是 完全什麼作用都沒有 最理想 我今天也再提了你的文章 對爺爺最理想的 其實是中港分隔 而不是中港融合 你有中港分隔的話 反而香港會好聽話 但是強行中港融合的話 香港是造反的 就是這麼簡單 放在裡面的石頭 不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路線 最近又發生了一件 中港融合的大事 無縫融合 無縫融合 真的無端端在酒店 話說一位姓趙的商人 姓趙 她自己改了組織十八代 原本姓趙 選戰還選戰 中港融合的負面影響 是沒有說錯的 無縫融合 這下也是 洗頭艇也不用了 洗頭艇,酒店六站出來了,沒得了洗頭艇,幾十個不知什麼的人就這樣夾他上去 他說英國金融時報沒有反抗,怎麼反抗啊大哥 這樣才不是打針,或者是索了東西 據報是夾人的老婆一起,一起過關,過關才放老婆走,有人知道嘛,傻的 通常你不會亂來的,有人知道嘛 這些時候男人應該更加爭拆對立他,升官發財死老婆嘛,他齊了,差最後一個名字 這個要明白這位蕭生,因為他改名叫蕭生 我傾向徒兆 他改名叫蕭生,你要明白背景呢,他起家是跟他老婆一起的 所以他們兩個是撕不開的,不是有辛苦發財死老婆而已 沒有人可以代替他老婆的陰公 因為整個所謂明日系,其實一半是他老婆起家 所有明日系公司在內蒙註冊的,他老婆在內蒙起的,但都搞清楚 所以基本上是不能死的,因為可能隔慢的密碼有一半 一半那隻大哥,你死定了,他死了 而且很多時候這一類紅色背景的人 他們不會把所有東西拿上去自己名下 而是通過他老婆,或者他老婆親人那邊分散控制 分散出去,所以很重要的 所以報局就是這下無縫融合,但影響多大呢,大家可能感覺不到 商界就是寒風冷烈了 原因就是上一次,這世界很過的,熱眼報到不得了 上一次李波被人夾他去洗頭艇的時候,很多人在挖苦他 這次還有人挖苦這件事,有人挖苦,趙燦 沒有啊,因為很明顯,如果你看中共的手勢 上一次李波那些,賊老是沙包的,不要以為禮真 不要以為禮真,有部份真,有部份真 所以當時大家就很奇怪,寫一本書而已,有些嚴重的 原來是合作的,原來是合作的,那你還有下一句 我隨時夾你一時,誰都夾你 幾才紅色,但我都夾你 所以你會發覺,這次趙建華呢 他就自己出了一個澄清的 那個澄清都被人抽氣了 連澄清都不讓你澄清了 即是你對阿爺無權說話,這麼嚴重 而且你想想,李波和你香港商界那些有什麼 風和馬不相及 但這位不同的,蔣清是命脈 這位是大掌鬼 他在香港,跟什麼香港商界 對觀眾如果不熟悉的話,就提提一下這件事 雖然網上已經好,寫了出來 Just in case,有人看不及 趙建華的何喜仁也 我就說難聽這一句 有經過八九六四的話,就會記得一句說話 就是,出來走遇了要還 當年他是學生會前主席 也就是說上街,他和吳議開戲是在一起的 為什麼他會發達呢? 他是第一個賭歌的 不止賭歌那麼簡單 熟悉中共脾氣,就明白一件事 如果賭歌投降,投降還投降 他極其量,就不清算你 不會反過來捧你的 什麼人才有資格被人捧呢? 你有叫作力? 你有做過那些有貢獻的事 什麼叫做有貢獻? 大家自己揣摩一下 即是他的貢獻是大到 你未畢業,已經是百萬富翁 當時所謂明日的公司 就是他做一些電腦零件 賣去中間村的東西 你可以賺到多少錢? 居然是可以把北大其中很重要的商業平台 放在他手上 即是說他一畢業,就已經是百萬富翁 然後開出來的公司 是所有關聯的央企 中間村很重要的行業尖兵 就要光顧他 即是超差差的名單 當然其中一個很簡單的說法 就是因為他對黨國大有貢獻 於是有很多掌軌的工作交給他做 亦都是合理的推測 他個人有多少能力呢? 固自然有,天才兒童 他十五歲已經考在北大 肯定天才兒童也不成問題 但是不是更厲害到可以比北基特 這個有點保留 但嚴重性是甚麼加科呢? 就是八九六四 你知道背後有一大群軍務 中央領導人 尤其是上位那些 其實有很多利益瓜葛 其中一件事就是 這個所謂掌軌 就是千億身家 其實都是幫人看著錢 都是合理的 因為明也是 做了很多能人所不能的交易 即是A股市場發文福語 最精彩的就是 有一件事 中央很敏感到今時今未放 居然被他非直接來討論 就是國際上網平台 他甚麼牌照都有 就是銀行、證券、保險、信託 甚麼都有 當然不是直接一條線拿著 所以他叫明日系 即是明日上市公司 明日科技上市公司 通過科技公司網絡交叉、控股 非直接投資 控制了很多企業 這些企業再下一層 控制了很多金融機構 這些金融機構和企業之間 又是可以互通的 你想一下 其實中央對他沒有控制 他本身已經自成一國 那麼中共最怕就是 控制到經濟 而這個人 基本上網絡就是控制到經濟 富可敵國 而他基本上所做的事 甚至近年都看到 尤其是2007年之後 所謂中國走出去的投資方向 他是有本事立對台灣 當然就被台灣叫停了 但是可以看到 他所謂國際的平台 就完全搭通了 而他現在走到香港 甚至拿了加拿大護照 一定 他聲稱自己是加拿大 他聲稱自己是加拿大 愛國愛黨 他說是黨 但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他的國際資金操縱 或營運的話 就已經不在中國內地那麼簡單 其實 不是行家就可能不知道 其實他下面的系統背後 近這幾個月 其實近一年 其實我們已經聞到落 所以明日是 故之前他已經閃光出來 不敢回去 如果不敢夾他 第二就是 下面相關的金融系統 某些機構 是整隊人失蹤的 尤其是去年 這個所謂金融爆煲之後 熔斷了 熔斷機器熔斷了自己之後 暈斷了 暈斷了 暴露了很多 即是水退了 那一刻 拘捕了很多人 一牽一發動全身 金融系統 暴露了很多 黑幕出來 如何操控市場 資金如何 通過不同的 非正常渠道融通 諸如此類 其實那一刻 其實金融界的兄弟 已經感覺到 寒風嵩裂 忽然之下 很多人便被失蹤 被失蹤 即是你說他旗下的 那些金融機構裏面的人 是呀 捉蹦捉過被人收緊 收緊 整隊整隊 全都不見了 現在終於拆台拆到這個掌櫃那裡 最後就夾他回去 那會不會有機會 這個掌櫃從他的身上 把其他大顆腦出來 他的人物一定很厲害 這次就視乎他有多厚硬 比人厲害 可能會有一群討價還價 而第一群討價還價 他出的聲明 大家可以看到 聲明的什麼家科 有四個重點 其實第三、第四 其實沒有什麼差勁 最重要是第四那個 第四那個是什麼家科 就是他有領事保護權 也就是他自己 雖然說 我完全和國家合作 沒有犯法 諸如此類 但是說完之後 最後一句就見真章 就是說 不只是說香港那麼簡單 他直接說 我自己是有外國護照 有外國領事保護權 這一下就吐合了 就是桂民海的禍 不只是李波那麼簡單 李波還有英國護照 桂民海只有瑞典護照 在這樣的情況下 都被人拍了 領事保護有多值錢 雖然他出了一個通告 出了一個澄清 表示清白 與他無關的事 一樣被人抽起 連發言權 澄清的權利都不可以有 嚴重到這個地步 但是 煩都煩了 遲到有片拍的了 未必這麼快 為什麼呢 招工片 難的 中央電視 難的 這個人我覺得 就不是李波那種 沒錯 原因是 後台硬 後台是超金屬 超金屬去到什麼地步 就是連巴拿馬文件 都可能互相呼應 你想清楚這件事 他自己有很多海外的控股 不在巴拿馬註冊 在英屬處女島 開文群島 藤嵐呱呱呱呱呱呱呱 全部都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 破壞力 可以給上巴拿馬文件 你想想 你可以解釋到 巴拿馬文件 來龍去脈 那條人在那裡 問題是 你不要以為能夾到他 因為他背後更厲害 有很多美國公民 不是加拿大公民 是美國公民 你想想 一個人可以翻文覆語這麼厲害 怎麼可能中央 不止翻文覆語這麼厲害 你數回的日子 是八九年開始翻文覆語 差不多三十年 三十年的人脈 三十年的人脈 所以你說他是太子黨 一個掌櫃 都定不為過 但我相信絕對不止這麼簡單 是 你明白太子黨 不是太子黨 牽涉到網絡 太子後面有老闆 遠超過 不止 你做外國呢 你不知青青有沒有粉 這樣才過癮 所以有很多事情 到了背後 牽涉到多龐大的網絡 大家還未知 你以為夾到他講話 都未必 所以 到底肯不肯講話 大家放長雙下看 但這次的鬥爭 是相當激烈的 很激烈 因為過真章 不是政治鬥爭 那麼簡單 這次是拘捕你 你還拍不拍手 問題是你想想 工商界的那些人 現在是否全身 好像長大小姐都支持 拘捕人 這樣才是傻的 你明白嗎 背後那些金主 你自己走出去 你想想背後那些金主 背後那些太子黨 背後那些央企勢力 支持你那些企前台 你撩一隻字幾千萬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現在人家說難得 你養一隻狗 那隻狗正在咬自己的春袋 你猜一下感受會如何 害怕 不是害怕 是丟爆袋 你們這些傻子做什麼 做戲不要那麼天真 麻煩你 誰養你的 你都直接給錢 不是 這台戲現在極其荒謬 搞到荒謬到什麼樣子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 你捉你幫他夾他在頭頂 你拍手掌 然後你自己贊助那些人 站前台保護你的利益 夾你 你又拍手掌 海獅 海獅還是海狗 海貴 不是 拍手那些叫海狗 海獅 海獅 海獅前肢長 海豹前肢短 這是極其荒謬的情況 就是那些財主那些金主那些太子黨 現在真的不知道給他們什麼表情 夾你去洗手掌 拍手掌 OK 厲害 這件事都開始影響特首選戰 因為現在記者一定會問 你怎樣看這件事 林鄭 這件事你怎樣看 現在泛民說要撐 葉劉出聲 葉劉就說 自從他沒有做保安局局長 之後就沒有人跟這件事 就是這個中港的引渡條例 嘩 說得這麼大 他想管阿爺 其實你剛剛才沒有做 李波的時候 又不見你出聲 分別就是你是特首候選還是不是 林鄭也依法辦事 說得很籠統 不敢說 曾俊華說得比較直接 絕對沒有人 絕對沒有人 外境外人士 沒有權在香港 胡官過癮 胡官說過癮 胡官說過癮 二十二條要立法 對 中港區隔 反而最過癮 胡官說的 都擺明了 沒有夾口供 這些牽涉到法律的事 他立法確譜 你不可以干涉香港 嘩 好過癮 如果是這樣就要投胡官 因為這些牽涉到法律 應該這樣說 再一次表明 什麼家科 就算是太子黨 應該自己要醒醒 對太子黨 最大的保障 其實都是中港區隔 明白嗎 所以有時候忠言逆義 你不聽你不信 反而現在養狗咬春袋 你想想香港的資產有多少 笑爆嘴 你不區隔你的錢怎麼辦 就是了 說什麼令市保護 六個保鑣也一樣被人踢 聽說八個 但當中好像說有些是女保鑣等等 都沒有分別 女保鑣不是保鑣 可能是好打得的 你又被蕭公子教壞了 沒有啊 這個與蕭公子無關 還他清白 這個純粹是一個常識 我教他女保鑣是好打得的 不知道是不是 女翻譯又不是翻譯 女保鑣又不是保鑣 總之是女保鑣又不是 你打不打得也好 八個對著幾十個 你怎麼打 不知道什麼情況 其實中港區隔 不論對北京也好 當權派也好 或者北京實際利益也好 你的利益代表也好 其實中港區隔對你是最安全的 但是現在很愚蠢 只有泛民出來要支持中港區隔 就是想怎樣 可能他們心目中想支持 但是他們不敢公開 你不敢公開一回事 你沒理由實際下手的事情 都會被人反過來移動 又是思覺失調 如果中港融合 一小時生活圈 香港 你知道有些人 在新界斷了一些地 到時就變成市中心 這些就是你中港融合 實際上融合的好處 這個就是思覺失調 但你沒想過自己隨時站在對家 這是利益 你如意見到有利益 就馬上咬下去 所以中國古老的智慧 老子華說的 這叫見利益 而亡害 就是你為了眼前的型頭小利 你以後最大的利益都放棄 這個生存的根本就是在於 他不覺得自己會被人夾的 這個很重要 我們說為了一棵樹 不叫整個森林 養肥了或養慣了 他沒有警覺性 就像貓一樣 沒錯 明明有老虎來 老虎會咬人 會咬喉嚨 說起老虎咬 最近有大陸咬出了老虎咬 翻牆 中國式邏輯 翻牆被老虎咬死 但是剛才我跟女王說的事情 你養慣了 養蠢了 我不是說老虎 是人 竟然會賴動物園 為何你不制止人們爬牆 你爬慣牆 人是會爬牆 禁止進入 你就不理 如果習慣了 你被老虎咬死 該死吧 同樣道理 但是老虎好慘 如果你們這些人習慣了 原來所謂一國兩制 假的都不要緊 他不會來拘捕人 他就是禮真的 他就示範給人家拘捕 你就不要怪老虎咬你喉嚨 你自己 撈進入老虎窿 中港沒有區隔 你進入老虎窿 老虎咬你 那你想怎樣 你看看現在的中資財團的利益 在香港越來越大 都是這樣的 真的 那些商下 那些甲級商下 一動一動 不惜公本的 只是這一堆物業的錢 都還未算你背後其他 那些看不到的錢 你真的 養老虎咬春袋 不是養狗咬春袋 你現在這個時候 殺到埋身 你還不知道死嗎 我不知道他們可以有什麼對策 我都拘捕老虎咬春袋 沒有的 我覺得香港只有一個情況 就會符合到阿楊 一直在說 我心裏暗字叫好的 就是股市大塌 什麼都塌 所有人全家一鍋熟 而最傷得少的 反而就是沒有樓 有轉機 就是核電廠 有轉機 因為你一無所有 如果中港融合對一無所有 反而沒有什麼大吃虧 反正都沒有 而擁有最多的 就是吃虧得最厲害 因為你有東西吃虧 就是這麼簡單 到時台山核電廠 很多都是大灣核電廠 對嗎 很近的 絕對近過東京和福島 對嗎 就是我們兩年前上網看一段 哇 有什麼 不知道某年某月某日 有個瑞星會倒下來香港 什麼什麼什麼 天公一號 對呀 很多說有錢人走了 股市沒有了 樓價狂跌 留在那些一無所有的學生 香港很好 好啊 很清靜 很清靜 我們可以安心 專心想辦法 怎樣 令它 這顆 倒下來的瑞星 改變行道 不是啊 如果沒有記錯 那群年輕人 拍了短片 短片來的 我記得短片的結尾 不是這麼說的 短片的結尾 很精彩的 就是設資 連中銀大廈都搬走了 對呀 對呀 有瘟疫 對呀 但是最後 原來沒有瘟疫 沒有 最後沒有事 但是也不止 最後沒有事 那些年輕人的決定 就是 蓋住秘密不說 確保這群人不會回頭 哈哈 我現在 這天才精彩 你講到這裏 我想說 那些年輕人真的有腦 不是沒有的 你們上來之前 我和阿朱 即是我們的推米哥哥 就在這裏說 現在那套 Resident Evil 即是生化危機 到最後 我覺得最好看 就是這一集 因為到最後 原來那個T-Virus 即是喪屍病毒 並不是不小心洩露的 對不起 未看的人 不好意思 劇透 大量劇透 根本就是 他們開了一個會 開會 而這個 醫療Alexandra 不知道什麼 他就說 其實你想像一下 這個世界 再這樣下去 資源 遲早不夠分 遲早會四分五裂 大家打餐 食物又不夠食 空氣又不夠 油又不夠 什麼都不夠 他說你想像一下 如果我們可以 剷除 地面上 九成半的人 剩下 就是 The Chosen Ones 即是羅亞方舟 這樣 這一群人是最優秀 最優良的 而他們是可以到這四十個日與夜 到時 到你醒來的時候 世界是乾淨了 沒有了你不想見到的人 沒有了所有的廢物跟你爭取 說廢話 所有的 Infrastructure 還在這裏 設施儲備 所有的都在這裏 設施還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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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心 下次見到別人 不好意思 然後 大廈建設所有的基建 所有的全部都在這裏 你想想 錢本來是 所有人要共享的 現在 除了七十億人 現在除了七百萬人 你個個都變成大有錢人 你要什麼都有 你不用擔心一個房屋問題 很多房屋 多到你不肯 全部都是合理的 合理的 合理的 他把菌全部放出去 死掉之後 他再放Anti Virus 解決了 他自己拍了 對 然後清除外面之後 搞定 剷除人口重新洗牌 財富重新洗牌 人類歷史上一向都出現 最近一次大洗牌 就是第一、二次大戰 大洗牌之後 西方行自由民主的地方 起碼有二、三十年 極度黃金的時代 到現在 歐洲又爆了 美國又爆了 香港、日本那些地方 又是鼓鼓到鼓鼓埋埋 其實也開始發覺 財富發展到某個地步 過了戰鬥七十年 真的不夠分 開始有些事情 一直爆出來 所以又出現了特朗普這一類的事情 歐洲右翼又全部回朝 歐洲或西方右翼回朝 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歷史都告訴我們 有機會又來一次大洗牌 沒錯 我看到一個新聞 我覺得挺好笑 就是Starbucks 他說他要在全球 增併一萬個職位 就給難民 健康新聞你們兩位有沒有看到 有 有 看完之後 我真的 不是吧 不是吧 我登出來 我在說這段話的時候 有人在挑戰我 為什麼是犧牲當地人的職位 犧牲當地人的就業機會 因為這一群難民到時候 已經會被賦予那個國家的國籍 為什麼是犧牲當地人 大哥 因為他的prerequisite 他的首要條件 就是這一群人 是難民身份 進入那個國家 而被獲發那個工作簽證 為什麼呢 大哥 他不是說 我聘請人是因為你很興奮 做咖啡 為什麼不是 某一個背著五六萬元美金的 學生貸款的那個年輕人 從小很喜歡Starbucks 為什麼不是讓他做 而是他要先欣別 就說我要給難民 為什麼你們沒有人覺得 這類事情是有問題 你明白嗎 那些人還在跟我說 那進去他有簽證 他已經是美國人 他現在是說明 他是要給難民 當然難民 鬼不知道媽媽女人 是給了簽證才可以工作 但是為什麼不是公平競爭 為什麼不是公開招標 為什麼現在正如 現在請政府醫生 我是要請大陸的醫生 而不是所有合資格的 不論國籍都可以認證 所以說天下大亂來 對 不正常的意思 還有他難民那些 有個很大的問題 他是屬於伊斯蘭文化那邊 他不是屬於美國的英語文化背景 我明白 對不起 我打算一句 你們這些人是不是傻的 他那一萬個 我知道除了五年很少 除了全世界更加少 但是你怎麼說他們是不公道 都是不公義 對自己人不公道 正確 為什麼不是憑經驗 不是憑一個公平的面試 為什麼我要這個 就是那個叫什麼 那個 那個 防止歧視那個 那個 平機會 來做什麼呢 我想問 這件事擺明是歧視 歧視非難民 對不對 為什麼一般 一般人 留言的人 是覺得沒有問題 那時候才覺得很好笑 你懂得太多作家 你懂得太多作家 然後就是阿養說的 那些人就說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 不一樣 這件事 很多時候 人家都說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 什麼什麼 我們看看英國人 當年吸納過百萬的 來自大陸的難民 他也是有計算過 為什麼呢 都是廣東來的 講廣東話的 跟香港的文化、語言、思維是接近的 因為你知道 五、六十年代 其實香港人和當時 經過民國時代的那一群 壯年的人 那個思維模式下 性格、語言 不是有太大距離 他們來到的時候 他們來到的時候 他在英國有計算過 這樣的文化背景的人 來到 跟香港社會的衝突 就不會太大 而且只要政策用得好 這群人是可以變成一個 建設香港的力量 最後證明他們是有錯 重點是他為什麼要來 他是想著 由到上岸 他就找工作做 他是真的想著 避開上面的戰亂 避開上面的批鬥 然後來到香港 他是真的想著 要安家樂業 他真的會做事 建設家庭 他不是想著 你那邊有很多福利 我一上岸 那天沒有福利 沒有福利 英國佬沒有計算 沒有福利 你們都來 這是真心 所以他的難民政策 入境政策 英國佬不會告訴香港的人 但你自己仔細看 他們真的很精心計算 就不是像現在這樣 隨便給一個 總之我發掘單程證 那你就無限量 每日150個 就算你真的拿不完 123個 你都拿命了 20年來 百多萬下來了 你想想香港只有多大 不是我們要反大陸 而是這條數是很容易計的 香港大院之地 你怎可能容納 未來二十年又多一百萬 再未來二十年又多一百幾十萬 你填了海也不夠 現在不打你監獄公園的主意 你撐了你也不夠用 關鍵是這個問題 因為他根本是擁有供應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一些人又是 白磷斯到這樣的地步 是看不到的 你明白嗎 我要保存住 我的樓價高 我就就是要擠牙膏 很簡單 關什麼沒有地事 根本大兩把地 香港沒有人住的地 是多於有人住的地 他就是擠牙膏 擠到你那些人 叫救命 就擠了一點 這樣就可以繼續拿著這麼貴 我剛剛去完日本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很久沒有去的 就以為日本還是很貴 其實日本比香港便宜很多 是便宜很多 我拍過一碟刺身 不是差事 有瘦的吞拿魚 然後有幾宗不同的魚 鯛魚 整條 漂亮的 穿著的 很多人害怕的 然後有海膽 三文魚子 大致 你說得出一整盤 我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喂 大哥 多少錢 1000日圓 你沒聽錯 是68元 那一碟是 比我的洗手盤大 你知不知道 我沒有拿一碟 二十多元是凍精茶一杯 真是瘋的 那些房子又便宜 二、三十萬有層樓 而且那邊其實沒有一個風氣 是鼓勵人們炒樓 反而我聽過的版本 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有些人很熟悉日本的 可以正確我 如果是我錯 就是層樓去到十幾年之後 它會消失的 其實有點像車的 即是十幾年 都還有依存價值 但並不是像香港這樣 會喪升 然後你可以一賣 就賣了 突然之間 賺了一個開 賺了幾百萬 沒有這回事 它們是真的 拿著就是住 是吧 但是你想想 那邊 它除了交通費貴之外 其餘 食、住 很合理 你在藥房買到藥 你吃得好 你不會吃死 安心的 你不怕是假藥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日本的感冒藥很出名 譬如說 今次去到 也跟我之前去過這麼多次 我得出的結論都是一樣的 就是 有錢 你可以生活得很奢華 但是窮人一樣有尊嚴 香港窮人沒有尊嚴 亞太地區很多地方窮人都沒有尊嚴 日本有 韓國我不知道 我沒有去看 但是絕對在日本 你可以300日圓 350日圓 吃一個便當 營養豐富 飽肚 不是垃圾 這是一個國家對人民 是否愛惜 是否愛護 完全看到 是否真是一個國家 至於 呂王剛剛說得對 為什麼人們還會覺得 日本貴 很慘 香港有一群人 年紀比較大 一些 中年或以上 他們的思維還要停留在80年代 很貴 日本那時候的樓價很貴 但你自己看看 香港的年輕人經常去哪裏旅行 日本 什麼年輕人 你以為禽子 不得店局長 這樣嗎 算了 我覺得他們這麼愛國 就沒有理由去一個 跟中國這麼敵對的地方 張國軍 不是 他直接穿日本武士規格 買了一套 拿日本劍道 用來斬中國人的那種武術 他也學了 不知道會在練成千人斬 TSA的時候 就去看櫻花 那也不知道 這些特殊個案例 我們不知道他們的腦袋是怎樣 但我真的感覺 年紀偏大的中年那一類 他們還停留在80年代 腦袋沒有轉 但現在我發現 是年輕一代 最喜歡去日本 他們拍出來的照片 和物件 一個牌一彈出來 根本就是一千日圓 吃到你 很豐富 六十八元 你沒辦法 在香港吃得到 其實一千日圓是六十八元 而我說的 有些便當是三百日圓 三百五十日圓 是說二十元 香港一杯凍檸茶的價錢 那是一個很豐盛的便當 你說那邊有些東西是貴的 我不會說沒有 因為的士是貴 所有跟人工有關的東西 都是貴 但這個我覺得很合理 原因是甚麼呢 他尊重個人的專業 沒錯 的士貴 一個是你值得給他 還有 的士貴一件事 你坐得安心 他不能兜路 沒錯 不兜路也不會騙你 他的的士司機 我明馬實格 我老實經營 貴 你可以坐巴士 你覺得你支付得起這個價錢 你便坐的士 另外日本有一個風氣非常好 他不喜歡港價 我明馬實價 你港價 我想你 你想我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就會降低了 但是全世界 日本這一方面 一定是做得最好 全世界 莫說你中國 就算是其他西方國家 很多時候你要討價還價 是很討厭的 兩個高度文明的國家 一個日本 一個英國 坐的士是貴的 但是兩個地方的的士 都是很專業的 日本的的士 就是他會馬上進行 GPS 然後他會馬上進行 GPS 很快 然後你不知道他說什麼 他不知道什麼 不要緊 他一定會多到多 如果那個挖頭行 他去不了 他還要指給你看 很不好意思 英國也是 他們不斷地考牌 英國的的士司機 如果我沒有記錯 可能半年就考一次 就是要你考什麼 就是一些很刁鑽的小朋友 你懂不懂得用最短的路程 去到那裡 你說東京 其實是很貴的地方 但是我自己經歷的 比如我在東京 洗的錢的確是多過 我去日本第一名湯 即是第一的溫泉刀 草樽 我離開東京去的時候 慘了我剩下九萬日圓 很懷孕 總之去到那裡 洗都洗不到三萬日圓 我是豪食 我豪食 你知不知 我已經是打開 然後買買買 什麼都買回來 我進去一間 經過 看到他在那裡 有一個女生 整個店都沒有人 但是他夠鐘 他在那裡中 一個大的木棍 他在那裡中芝麻 白芝麻 很香 尼豫聞都很香 然後看到他很專業 沒有人看著 他都很敬業 在那裡中 我進去 所有可以買的飯素 例如白芝麻加什麼魚 白芝麻加什麼蔬菜 買完 打算寄給我媽媽 即使是這樣的豪食 都花了三萬日圓 很內疚 已經很努力了 所以你去日本旅遊 你感覺到 你用的錢不是多 但是你獲得一個 很優質的生活享受 你去的旅遊 空氣又乾淨 地下又乾淨 那些人也有誠信 你感覺是安全舒適 已經很舊 這個不是你熟不熟日的問題 而是你一個很客觀的事實 我說的難聽說 香港人有誰 誰不能喝日本的奶水長大 你小時候看喜羊羊 你先看叮噹 我的年代叫叮噹 現在叫多拉奇夢 即是你沒看過公其進的影片嗎 或者你不如說出一個 內地的漫畫 動畫師的卡通 是你看大的 你不明白嗎 又或者你可以久一點不吃酸辣粉 還是久一點不吃刺身拉麵 坦白一點 對自己其實真的沒什麼問題 日本是好的 它的確是 我在日本不斷地有危機感 其實很愚蠢 就是 我不知道因為我本身是佛教徒 覺得什麼都是無常的 我一直在想 不斷地在我腦裏營造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有一天 日本沒有了 錄沉了 亞特蘭提斯 我要向後人轉述 去描述當年這個國家是怎樣 我真的想到頭都跑了 我怎樣形容 我覺得真的 我去這麼多地方 不要說是最好的地方 是最好的地方 你吃的你很安心 你吃的價值是很好 你不會擔心有假的東西 人有謙卑有禮 最壞的一句 令到中國最沒面子的東西 我告訴你是什麼 不論是南京大屠殺 我不是說這件事沒有發生過 我不是說APA裡面的書 右翼 法西斯說的東西是對的 他爭論是爭論30萬的這個數字 不過不要緊 這個題外話 真正令你中國最沒面子的 是你孔孟思想再東映 不止 真正的儒家思想的實踐 臨尾可以多留一點 你看看日本右翼的書 很過人的觀點 就是當年為什麼日本人 會對中國人這麼絕 因為 你如果看回中日戰爭 就是隔禮戰爭之後 他說的所謂文化的衝擊 是大到什麼樣子呢 就是說 日本人當年 明治維新之後 絕對未出過國 他們認識的中國 就是一個文化的上等國家 什麼孔孟思想 正如你所說的那些 佛教也是你傳過來的 唐朝那首詞也是你傳過來的 詩詩歌婦也是你傳過來的 寫的一本文化 所以都是繼承中國 他覺得中國才是老大哥 在中日戰爭之後 發覺那些人 跟他們想像中的中國人 是完全兩回事 所以當時日本右翼 為什麼會這麼絕 其實他們已經說 中國一早已經忘了 他們現在好像你的概念一樣 不是放肆菌出來 他們自己沒有事都解決 他們覺得你是侮辱中國 中國這塊土地 大家要明白 日本右翼的觀點 你憎恨他們一回事 你不看 你不去理解 你是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討厭中國人 是因為日本那些右翼 他們覺得自己才繼承了孔孟思想 他們覺得現在中國大陸上面 那些人是侮辱中國的土地 你知不知道我這次 你才反感 你明白嗎 我這次來不及去 這個思想是很神奇 在一個不知是否叫 禦茶之水的地方 就是一個車站 那裏就有孔廟 我很想去看一下 日本的孔廟 東京的孔廟 老實說 你看看日本 是真的將儒家思想 徹底實踐的地方 為什麼呢 黑己復禮為人 日本有哪個國家 比日本更加黑己 要將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 接著在公眾地方 要剋制自己 個人自私的行為 因為你要保持公德心 公眾環境的秩序 和整潔 和大家都可以共同享有一個地方 你進溫泉 你哪個牌不是叫你 要尊重別人的空間 不要打大赤蠟 逼別人看別人不想看的東西 不要散掉頭髮在水裏 所謂的驚訝是甚麼 記得前年 有人拍了一張照片 上網 就說日本也有水浸的時候 拍了什麼呢 就拍了一個行人隧道 在那邊水浸了 然後呢 中國的網民 那個文章寫甚麼呢 人家坑渠的水 都乾淨過我們 那條地下行人通道 是浸了水 但清徹見底 看到這些傢似 咦? 狗債溝 那樣 狗債溝 人家水浸的水 都比你更好 而且日本經常說中國文化不好 但日本繼承中國文化最好的那一面 尤其是唐朝 唐宋 他徐朝的時候已經有遣徐史 就是日本最好的精英階層知識分之 徐朝學習 徐朝很快就忘了 變成遣唐史 繼續一旋一旋的學習 然後他保留了很多唐朝的建築文化 繼續在日本保留著 我今天才看到一條片 就是在日本有一個木匠 他建的所有的 我不肯定是否建築物 但是他所有的創造 全部都是用中國古代那種筍的概念 木工是,他繼承唐朝的 木工是完全一粒釘也不用用 你看看日本的木建築的神廟 那些東西是唐朝建築物 很神奇 就算最近香港首富 建了一個觀音像 以及他樓下的那一堆廟宇建築 他說是抄治日本 其實是抄治日本繼承的唐朝 我值得看這件事很少人知道 但是要說一下 因為我是老本行 就是其實中國的衰革 在唐朝的時候已經是衰革 衰什麼呢? 衰到自己害了自己 那時候日本來到唐朝 去求關於風水 日本的電影 你們有沒有聽過? 那時候就說 好,你們想要 給你本 這本文章滅萬經 裡面寫的風水其實是假的 裡面的那個假的風水 現在傳回來中國 被人當是真的 就是八宅風水 八宅學 即是說把人套進去八卦 譬如你是鎮卦 我是昆卦 你是乾卦 舉例 我們對應我們的八宅 哪個是生氣 哪個是病符 不同的位置 你想想有什麼可能 全地球 70億人這樣計 就是符合八種方位 八個格局 這些東西不是說得通 還有這個八宅 其實並沒有這個時間 會改變 譬如說每年流年會怎樣 會改變 它沒有這個概念 但現在的人 當作是寶物 因為日本傳過來 是唐朝傳過去 關鍵是你中國已經繼承到自己好的樣子 另外日本不管你是中國來的東西 當時來的東西是真還是假 總之我就保留到你們唐朝來的東西 中國是有很多 原先自己文化的東西 好的東西由日本拿回來的 好像大家都很熟悉 三言二拍 這部小說 拍了很多 就算以前民間傳奇都拍了很多 看過都知道 有很多大小戲曲 他都是來自日本傳回到中國 明朝逢夢龍社 他去了日本傳回到中國 所以現在很多人看起來都覺得 你要認識唐朝 你要去日本 所以我就說 我們今時今日很討厭倫敦地區 我北偉賢 大家都知道我很討厭大陸 但是你不要討厭大陸 當它是中國 這個土地自身 我們現在變成大中華教 但是土地自身是沒有罪的 即是它是沒有任何的 guilt 因為它是承載的 是上面的人 而上面的人 再承托著政權 一層層地上 如果政權沒有了 現在那些很恐怖的人沒有了 其實土地本身是很好的 它真是 你知道全球九成的稀土 都出自中國 還有它裏面什麼天然資源 扑你的街 你要松露有松露 你要柴有柴 你要什麼海鮮 什麼都有 它真的脈產很豐富 資源很充足的地方 而如果你看回現在的日本 其實是最接近那時候的唐宋 包括我上次九月去的時候 它的月見之會 其實是中秋 是中秋節的鼓勵 到今時今日日本還有永久 所以你不要討厭中國 中國就等同共產黨 是兩樣東西來的 我聽過一個學者 教中國小說 他說他們要研究 當年為什麼潘金蓮的燭光 會突出向西門慶 就要看回當時宋朝的建築 到底是怎樣的格局 他不是開槍那些東西嗎 對 就要去日本才看到 所以要認識明朝 要去南韓 韓國 不是金三世的朝鮮 要認識唐朝就要去日本 那中國留到什麼呢 連清朝都沒有 共朝的東西就要去現在的中國 拆開了 他根本是 沒有辦法 他是整套蘇維埃那套 加上自己中國最差的那套 混在一起 即是西方最差的那套 跟自己中國的奴才文化 專制主義 混在一起就變成這樣 還有你說你共產國際 你起碼也有一個蘇聯的體統 然後你不是蘇聯的體統 你是法國那套號碼 你明白嗎 鄧小平那邊 都不是 都不是 好跑不跑跑出了最壞的 蘇貢 蘇貢 蘇貢是先進的工人階級革命 中國那套是農村包圍城市 還有更差一級的 俄羅斯是西方國家最落後那套 他來到中國變成 還要比中國那套還要先進很多 所以就變成另一個樣子 所以日本其實我還未說完 不過下一集如果有時間 又是最後剩下幾分鐘去說 這個值得說 日本真的很啟發性 小公有機會也說過 為什麼日本的樓價80年代 升到這麼瘋 現在起不回來 令到這麼多人的生活好 好 好 養好喜歡說這個話題 好 下次回來下回分解 拜拜 拜拜